进组欲交际的任嘉伦在开机现场算是提前展现了剧中娇人的美艳颜值 本就很出彩的眼睛在经过妆发的修饰后确实增加了些玄幻的气质 自朝一年工作366天的任嘉伦绝对称得上是内娱劳模 去年在春节当收获不少剧粉的锦衣之下算是任嘉伦事业的转折点 瞬间几身一线的已婚已遇男星也能稳坐流量小声的位置 看来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之后在禁组的空隙中接了几个综艺 新歌发表和晚会活动几乎是一个不落 保持着超高曝光度的任嘉伦自然提纯了不少剧粉 既没有炒CP的后续问题也没有粉丝担心的塌房顾虑 找上门的影视资源让任嘉伦有了更多话语权 直到大家期待已久的玉交际开机 看上去有些销售的任嘉伦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据悉为了能演出娇人的轻盈感 任嘉伦为此减重时间 这样也就有了开机现场带着美艳效果的任嘉伦 对于剧中的角色需求任嘉伦自然是会尽力达成 不过剧方对这位男主的态度却不尽人意 对于女主这位流量小花 剧方可以说是经花费了不少心思 连戏服版本都是按照其本人要求进行修改 而最关键的路透照也是只突出惹霸的颜值 对待男主完全是可有可无的状态 不难看出剧方的双重标准 好在任嘉伦的团队还是比较硬气的 对于剧组在后期物料上的操作 都要团队过目后才能放出 畏惧瘦身的敬业态度 足以看出剧方和任嘉伦的不同格局 大家觉得任嘉伦被剧组区别对待了吗